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跟石出警好好说说 给我挪到地方 瓦工族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告诉你 没门 你就他的事在瓦工族给我带着 凭什么呀 你给我坐下 坐下 我告诉你凭什么 就凭你那德行 我不让你作作别的 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这叫不忍不出土 爸 您还讲不讲理了 您都看见了 我再 我还怎么待得下去啊 再说了 我也不想干瓦工 你不想干瓦工 你想干什么呀 我想干游工 游工轻松多了 那凭什么他一上来就干游工 我干瓦工啊 这门堂说的对吗 我看你是有点偏心眼 我偏心眼 就他 能跟铦子比吗 我跟他怎么比不了了 你看 你 你 心不气躁的你 那我要干了游工 我一样沉得住气 人家豹子能写绘画 你 你就行了 就画画写字上了 谁不会 我瞧把你给弄的你 豹子 去把那笔墨都准备好了 不 来 来 你干吗爷 你输不服 你好好跟他比划比划 行 来 你看你写这词 跟狗爬的似的 跟狗爬的似的 就你还干游工呢 你说 我是偏向他 啊 啊 你看你写这词 哎呀 儿子 你可真是的 除了打人 还真是一出不出来 我看啊 能把瓦工干好了 就不错了你 我说 这彪子本来就是个坏种 今儿门堆给他得罪了 那他还有个好啊 我就怕呀 哪天门堆再忍不住 他们俩再打起来 其实这套拍货 估计对这小子是一个警示 不过话要说回来了 再不计 那门堆 干状工应该没问题吧 剪这个半年 估计就熬出来了 你是说 再等半年 这门堆就可以拜师傅 学技术了 哪 可门堆现在这样啊 就这个表现 谁 谁该等他师傅啊 看来这顾剑队伍 还不屈不成了 北门堆这小子 我就使不上去的 你不怕柱子说你什么 我有我的正事 要是他说我什么呀 别干了 歇会儿 我有话跟你说 感情 你小子知道的事还真不美啊 不过有些话我得跟你说清楚了啊 文革的时候 说是我整治过你爸的 其实我一个手指都没动过 还差点让他给画了 总共捐了他四五天 你爸出来的时候 他妈比我还精神呢 还有老肖 那是他自己 可是在农场淹死的 你不能算到我头上啊 你给我站住 反正呢 该说的我都说了 不管你怎么想 再怎么说 我也是把公组组长去 你在我这儿一天 是龙给我盘着 是虎 给我握着 我来 你还别跟我哼啊 我知道你小子浑 可我也不是吃素的 你今儿要是不服 你现在就把我态死在这 你来 怎么着 不敢啊 那你就给我听好了 今儿呢 你给我认个错 叫我一声大赌长 乖乖的给我道个歉 把这面给我圆回去 成 你有种 不拿我当回事是吧 你呀 一辈子当壮公去 这可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 不信咱走着瞧 你侄子豹子分了一游公 那么美的活儿 把你分到我这儿当苦力来了 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你爸亲生的 到时候好好干 肯定你放心 有什么不懂问题啊你就问我 我这儿呢 我这儿呢本身就好客又爱教育知识 鬼又没来啊 不过小枫啊 我觉着你还是很有进步空间的嘛 你看啊 你这平时有什么不懂的 你就向我问 尤其是我发现你对文学这种爱好 不错不错不错 将来有什么事呢 你就随时找我 我也着要帮忙 你老帮我 你的活儿你不干了 我的活儿没你中药啊 再说了 给你个好风 我合意 那您的精神也太够旺盛的了 每天这么多工作 还有功夫写诗啊 我写诗你看了 芳芳 你就 没看出点别的什么内容来吗 你再仔细看看 那个时候 我 喜欢看你 纯净 甜美 微笑 我相信 你是一则 一二 不是 你干嘛呀 你这 你这写 那 说狗溜 写着玩的 来 来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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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生气 你听我说 你误会了 不是 它不是这么回事 你知道吗一二 一二一二一二 你听我跟你说 小方这同志啊 一二 你怎么不听我解释啊 我那诗真没什么 你想 小方这样绩效毕业的女生 风华正貌美丽朝气 它勾起了我对青春的回忆啊 还句话说 我写的是一个抽象的小方 歌颂的是美好的青春 永恒的爱情 一二 真恶心 一二 一二 你干嘛去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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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父岳母啊 这事她真不怨我 纯属烟 望风不影 自寻烦恼 岳母 您知道吗 就您家烟啊 当着车间那么多人的面 它扭头就走 我拉都拉不住 到家还跟我没完没了的 我素散是什么人啊 我好歹也是个工程师吧 我也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啊 又太不够面子了 这烟怎么能这样呢 你甭问了 肯定是这小子有病 我 把咱们家给得罪了 我们家烟这么老实巴交易人 不可能这么做 您凭什么这么说呀 我还告诉您吧 这次啊 还就是烟误会我了 我跟那姑娘真没什么 还真让我说着了哈 这里边还真有一姑娘的事 可我们是清白的呀 哦 这回你是清白的 我们家烟冤枉你了 可上次 我们家烟是不是没冤枉你啊 我 你跟那车间那个 大便的姑娘 是不是有点什么事啊 您凭什么如此信口胡说呀 您可说我岳父啊 我真要跟烟过不下去了 对您家有什么好处啊 小贼 你还别这么说 就你这满肚子花花肠子 整天整这事 我们家烟跟你过不下去了 兴许能多活两年呢 对 妈你听听你听听 我岳父说这什么话啊 多难听 小苏小苏 来来坐下说啊 坐下 你也永怨他 你看自打他一退休啊 你就没怎么来看过他 他早就对你有意见了 我可没跟这儿歇私奋啊 其实我也知道 我来这儿啊 我爸肯定没好话等着我 不过没关系 反正我也习惯了 反正今儿啊 我这儿等不着烟 我都不懂了 晚饭我也在这儿吃 这话你还得问我 我这儿有没有你的饭 怎么没有啊 不管怎么说 这小苏也是咱女婿啊 小苏 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等烟回来啊 你们俩有什么矛盾 有什么不愉快 坐下来啊 好好谈谈 说开了就好了 你说你们结婚都那么多年了 不能有点别扭就不过呀 岳母 咱这一家子就您最同情达理了 我我我谢谢您了我 看你这着急的样啊 这说不定我们家姨啊 真冤枉你了 可不是嘛 岳老 爸 刚才我进门的时候 我看那医院在窗团上放了 那茄子是您新买的吧 一会儿我整熟 给您来个海派的鱼香茄子 让您尝尝怎么样 成啊 那那 咱们家有那个花椒辣椒吗 有 成 它齐了 我先把茄子给洗出来 好 好 那用不用香点皮啊 不用 那皮好吃 劲头 哦 哦 这时候还想吃鱼香茄子 什么人的这是 姐 我听明白了 你和小苏 就是一手试的事 可问题有这么严重吗 她已经不止一两次这样了 这小苏也太轻浮了 朱儿 那个家 我真的再也不想回去了 姐 你真要和她离婚吗 行了 别说我的事了 说说你吧 我阿子是不是要被北京了 是啊 邓大人发了话 说国家有三个亿 买了三个不愿意 当地老百姓不愿意 知青不愿意 知青家长不愿意 国家出台了新政策 说知青都可以返程了 华子来信说 她现在正在办理会成手续呢 哟 那可是好事啊 等我和华子团聚了 月月也不用爷爷奶奶戴上了 我们家朱儿啊真是好福气 华子对你都好啊 老天爷对我真不保 给了我这样一个男人 这么乖的一个女儿 又让我实现了我的理想 我知足了 姐 你说心里话 这么多年了 你是不是一直没忘了别家啊 听完了我先回去了 你去哪儿啊 找你没有宿舍 这么晚就在我宿舍凑合一宿吧 我回去了 我回去了 阿苏阿苏 阿苏 来 来 醒醒 喝点水啊 怎么着 晚上还想跟这儿过夜怎么着 都十一点了 你以为呢 要不然我再把校爷给您摆上 咱俩再喝两杯 别别别了 岳父大人 您真是我亲爹 我算服了您了 哪有您这么喝酒的 我都怕跟您喝酒了 您喝多少我也得喝多少啊 您一满杯我也得一满杯 你不曾经让我出洋相吗 小贼 我现在还能跟你干杯喝酒 说明我瞧得起你 就像你岳母刚才说的似的啊 虽然你给我们家一二气得够呛 但是我现在还拿你当女婿看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改邪归正 痛改前非 重新做人 瞧您这话说的 就跟我犯了多大的 十恶不舍的罪务 您没犯啊 你都把我闺女 气得离家出走了你 您啊 也别数了我了 我 我还是走过 小苏 回去吧 说不定啊 这会儿烟啊都回去了 可能啊 都不生气了 但愿如此吧 妈 谢谢您啊 我回去了 去 赶紧打到恢复吧 小苏 严这脾气啊 随他爸 看在我的面子上 回去忍一忍 妈 我要不忍着早到不了劲了 好 慢点啊 你真以为 要是就能踏在这儿回家 气性过去了 就要是那脾气 我看够强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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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干了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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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走了 怎么了 这儿您筛的沙子呀 这里还这么多小石头子啊 糊弄谁呢 去 同筛一遍 表演 客人 小贼 你也知道咱古剑队的规矩 学徒公干状公国的时间可长可短 你像李子 小田他们这样的 让师父给看上了 这就算是学上技术 要是没人收你 你就一辈子筛沙子活泥非砖去吧 可惜哦 王满堂的大公子 连他技术工都干不上 你也推给你爸爸丢人了 你不收我 还有别的师父收我呢 什么 您还惦记咱们组别的师父收你呢 瞧瞧你的表现吧 两个月里头 你都迟到我回来 还倒退七块 那天也不知道你是心情不好还是怎样 供专的时候愣搬碎了二十多块 还有那天在工地上 你愣要拿着大本专派我 说个 你货的灰 沙子白灰比例都不对 都拧合不到一块去 你这可是给国家干活 不是给地主老财扛长工的 你对得起国家给你的工资嘛 行 行 感情你还都给我记账了 是吧 就你这表现 哪个师父敢收你啊 好 麻烈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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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明 新生给我两张票 他们团里的演出 他也演的 说叫咱去看呢 是吗 你说我这也是头一回 跟你进这戏园子 我穿点什么好啊 你可以穿那 你等会儿啊 你先告诉我 这戏票是几号的呀 说是二十八号礼拜六的 礼拜六 礼拜六不行啊 那天我正好值班呢 怎么又没工作啊 下次吧 如果下次还有戏票 我一定陪你去 那你不去我也不去了 你看 我不去 你怎么就不能自己一个人去啊 你不去我一个人去有什么意思呀 翠岚 这可是你儿媳妇的演出啊 你 你不是说过 你还没有到戏园子正顶八百地看过新生演出吗 是 我是没看过 我 可是我跟你说实话 我不是不愿意去 我愿意去 那是因为得有你陪我一块去 你不去 你不去我 我 我干嘛去啊我一人啊 我现在别说儿媳妇了 儿子孙子我都顾不上了 我现在就想捂撒你一人 我哪儿 我马不去 哎呀 你说说 你还真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 我 你 什 什么辙 我的意思是说呀 除了我 你还有儿子 儿媳妇 孙子 都是你最亲的亲人 他们都对你很重要 听我的话 别扫人心生的兴了 你就一个人去吧 可是我 你 听话 下次 下次我一定陪你去西园子 啊 好好好 我一个人去就是了 妈 今天 演出 有一句没唱好 有什么不好的 唱得多好啊 我今天来看你演出啊 就是想跟你说一声 你唱得大鼓啊 真好 是吗 您喜欢听我唱大鼓啊 喜欢 妈 您说喜欢听我唱大鼓 我这心里啊 王涕多高兴了 哎呀 要说这么些年过去了 我还是头一次 看你正式演出呢 以前也就在家里 听你哼哼那么几句 没想到你在台上 是那么漂亮啊 哎呦 我在下面坐着都看傻了 哎 后来我一下子我就明白了 说我们家这福来 当时为什么迷上你 甭说是他了 我想我要是年轻那会儿啊 也得被你迷上 妈 新事啊 这些年 妈一直都看不上你 处处地跟你作对 别往心里去 对 妈现在知道 你跟福来啊 那是爱情 拆散别人的爱情 不对 妈 您说您都这岁数了 还老爱情爱情的 您就不嫌肉麻呀 有什么好肉麻的 你周叔都说了 我们俩这辈子 什么什么都不顺心 临了临了的 还能抓住个爱情的尾巴 你说 你妈我还算是个 有福气的人吧 有 您的福气啊 大了去了 那天我还跟福来说呢 我有时候啊羡慕死您了 我说真的啊 你啊 好好羡慕吧 妈 回家吧 这把工下工考什么呀 初级考试啊就是混逆跟运转 高级考试呢就是七大墙 走简单的池塘子 温德儿 我觉得你应该直接就考七大墙 啊 啊 什么啊 学了半年多了没骑过墙 爸 我这半年多彪子竟让我霍泥了 那李子田他们都拜了师父 都学着走到墙呢 就我什么都没学 爷爷 真的 这彪子太记仇了 成心记得老书 而且他还跟人说了 谁要敢私底下教老书记住 他又跟谁过不去 你说他怎么那么坏啊 我早就说了吧 这门堆在他手底下干 能有好吗 真是 爷爷 彪子要这么干 你说我老叔他怎么能有进步啊 啊 还不给他当一辈子苦工 要那样我老叔就毁了 就是 我看既然是这样的话 门堆啊 你还真得考一次七大墙不成了 我 彪子不是不代理你吗 但是咱们这行里边 技术考试成绩那是忙到 你要成绩考好了的话 谁敢当你学技术 不是爸 这 我哪行啊我这 儿子 我就知道 你是我王满堂的儿子 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啊 我就不信这墙里起不起来 爸 这半年我一直 我这一手就没伸过 我 我不行 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就这么定了 从明天开始下班之后 我让你大大哥突击教练你 你小的给我好好学 都给我听好了啊 自己活泥 自己运砖 一人一段 一米高五米长 二四强 用时多少 技术得分 是 啊 干着吧 雷爷 有人负责技师 别盯着他 咱喝口去嘛 麻烦里是啥 技术要领别马虎了 好 来 小贼 够能耐的 什么时候学会走到墙了 小贼 我干嘛 我也基本上了 走吧 走 门队啊 甭着急啊 有什么甭着急的 李子 你看门队这墙 也够好看的 快走吧 快走 这多容易啊 没三天我就学会啊 有什么难呢 哎呦 哎呦 你这来来来来 干嘛去了 我给你儿子弃墙去了 啊 你 你帮他弃墙去了 你不知道 玄水能把我给气死了 你那宝贝儿子 他干那活一阵风 那山墙能倒喽 那份儿料呢 那狗啃的似 不知道大超这俩 他怎么教他 小子也不长给长脑了 莫菲 你是替门队法公 你进来 那能干吗 那能干吗 像这种作弊的事 我这一辈子都没干过 我这一边干 一边心情如调的 就怕人看见 把丢人 我说老头子啊 你呀 就是刀子最强的心 别看你天天骂门队 心里上还知道 他是你亲儿子 我也不光为了他 我又怕了 我是怕咱老王家 塞这个面 行了行了 不管为了谁 只要为了门队好就行 饿了吧 我去给你下个刮面子 我俩鸡子 我给你握仨 下完挂面 我撒鸡子 天儿这墙气得行啊 五分 谢谢表演 李子 您这半截的墙 都忘了六份了 您也忒马虎了 三分 及格了 谢谢师傅 我给我来吃了 这事都是昨天气那墙吗 这也忒邪乎了吧 来 温队 这墙 是你气的 问你话呢 是我气的呀 怎么了 黄国强 两分不及格 及格的小子们 我在这祝贺你们了 谢谢师傅 都散了吧散了吧 你等等 你要干什么呀 凭什么呀 凭什么我不及格呀 你看看他们气得行 哪个人气得比我好 那凭什么就我不及格呀 温队 为什么给你不及格 你心里最清楚 我不清楚 给脸不要脸是吧 你要说谁给脸不要脸呢 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 干嘛 行行行行 我不跟你废话了 回家跟你爸爸说 让他妈里来见我 我跟他聊聊 你还算老几呀 想见我爸就见我爸 你甭管我算老几 你就把这话跟你爸说 我还就不信他不来 什么 给你两分不及格 啊 这孙子什么意思呀 也就是我一直想着我妈呢 要不然 我早大嘴贴上去了 是啊 这彪子没说 凭什么给你不及格 我我我问了 他就不说 他还说想让您去找他一下 跟您聊聊 不是 什么 找他去 爷爷听见没有 这孙子家是反了 我觉着文哥说 您应该一把脸牙歇死了 人家又踏实了就 找他去啊 哎 不是 爷 你麻烦你啊 爸 谁啊 王婉堂 请进 听说你要见我 我跟谁说话呢 我跟谁说话呢 瞎上 您 找那儿的呢 来得够快啊 找我什么事 什么事 我就想跟您说一声 您家儿子门堆 好事不及格 看来他想当技工啊 是没多得戏了 您哪 回去好好教一教一教一 他又还想在我这儿干 就夹起一把 踏踏实实的当好他的小工 以后啊 别跟我这儿犯犯青了 彪子 咱俩有过节是咱俩的事 你别把气撒在门堆身上 你告诉我 门堆气那墙 你凭什么扣的分 凭什么不及格 又喝 真是什么人养什么种啊 门堆这么问我 你也这么问我 看来你明儿俩 还真一模子里刻什么呀 看来你 你少跟我说这篇大话 行了 王漫堂 你就别跟我这儿耍肝骨叉了 我问问你 门堆那墙 到底谁气的 当然是他气的 编 再编 问谁呢 懵傻子呢 就那墙 门堆气得出来吗 那墙气得 比质子还直溜 那缝儿溜得横平竖 直一条线 甭说他了 我要是不用心 我都气不到那份上 可是咱骨监队 也就你王漫堂有这手艺吧 还他气的 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挺大个人了 还古剑队老队长呢 居然帮你儿子坐上臂了 你丢不丢人的你 我都替你撒的 我还就纳了个闷了 那些考试的制度 可都是当年你制定的呀 你怎么带头 干起破坏制度的事来了 这应了那句老话了啊 谁家的儿子谁疼 嘿 儿子就是儿子 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 怎么着 生怕你儿子考不好 当不上己工给你丢人了是不是 可你怨谁呀 谁让你养了这么一 不争气的玩意儿呢 彪子 我说彪子 我今儿来 我是想啊 看你能不能 说呀 我能不能什么呀 看你能不能看在 我跟你爸爸的情分上 你给我留个名字 门斗这些考试 离开的时候 忘问他 这时候 你还有脸提我爸爸呢 我告诉你 你们龙姬跟我们吕姬斗了一辈子 我爸爸连死的时候 这口气都没出兔回来 还有文革的时候 我明明没把你怎么着 你可倒好 这些年这头挤怼我 生生不给我评级 什么好事都没我的 混到现在了 我才混了他们一瓦公子组长 还有你儿子文敦 对我也不够尊重 拿着大本砖买世界追我 我受你们王家的气 我受大发了都 这回让我逮着拐子了吧 我还告诉你王门斗 我还告诉你王门斗 自我在 你儿子想平急 想拜师父 老了 这辈子 踏踏实实给我当壮公去吧 彪子 别把事做绝了行吗 我还告诉你 这事我还真没往绝了走 我要真把这事做绝了 咱就当着全队人的面 把你为你儿子干的好事 咱好好抖了抖了 到时候 我看你这老脸往哪搁 你儿子还怎么在队里的混 这回知道了吧 我给你们王家都留了大脸了都 你儿子还有一点 我还欠吗 你儿子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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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买 不是 你儿子都买我 是 你儿子还没 你儿子还好 你儿子还坐下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